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十年后 一份简密文件揭开了谜底 文件指出了没有废止靖国神社的理由 美国人担心这不利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 部分美军将领主张烧毁靖国神社 1941年12月7日 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 悍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在一次次战斗中 美国人亲自领教了日军拼死顽抗的战斗精神 他们不太明白 日军为何在战场上不惧死亡 于是 美国开始研究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 1945年 美国陆军部下令拍摄了一部名为《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的纪录片 片中解说道 天皇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最神圣的神 他一人独掌政治 宗教大权 日本人认为战死之后灵魂被攻 奉于靖国神社是最高的荣誉 因为连天皇也会去俯首参败 所以对日本人来说 与其投降不如选择战死 可以说 战前的靖国神社实际上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 用以愚弄和笼弱国民 煽动他们效忠天皇 并甘心充当后悔的预论工具 美国国立公文馆保存着一份1944年的美国国务轮 战后计划委员会的机密档案 档案中写道 靖国神社等神社并非我们所认为的宗教场所 他们供奉军国主义分子 培育了充满攻击性的国家主义精神 这样的神社违反了信教自由 应当关闭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30日下午2点 美军将领迈克阿瑟乘坐的发单号专机 提达东京郊外的后幕机场 在古乐声中 迈克阿瑟志得一满 叼着烟斗走下弦梯 他将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 7500万日本人的绝对主宰者开始统治日本 此时的迈克阿瑟对日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 他一到任就下令解除日军武装 逮捕战犯 随后 美国公布了战后初期对日政策 表明美军将在日本实施宗教信仰自由 并禁止日本人打着宗教的旗袍 搞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组织集运动 矛头直指禁国神社 紧接着 美国国务院也公开宣布 废止日本国家神岛 全面压制军国主义 极端国家主义的统治方针 美国政府 宗教界等 就禁国神社的处置问题 提出了各种方案 有的认为应该将禁国神社变成国营纪念馆 有的主张改为无宗教色彩的追要场所 等等 然而在驻日美军军官们眼中 这实在是太便宜日本人了 一些美军将领 尤其是盟军总司令部 以下简称盟总 对敌敌报部的军官们 强烈建议迈克阿瑟 放一把大火烧毁靖国神社 从精神上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 这个建议打动了迈克阿瑟 很快 一百名美国打兵开建了靖国神社 把靖国神社伪装成娱乐一条街美军的行动 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陷入了极度恐慌 就在这时 他们接到了前首相东条英姬的密令 称靖国神社要永久存续 天皇义理应参摆 随后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展开了积极活动 企图维护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全公司负责人恒景考虑到 因为人们都认为靖国神社是战争的中心 原封不动保留是不可能的 于是 恒景想出一个花招 他决定利用蒙总尊重信教自由的政策 以纯宗教的姿态维护靖国神社 1945年11月26日 恒景亲自拜访蒙总宗教科科长巴斯 提出了靖国神社 由国家神社变为宗教庙宇的方案 至于名字则无所谓 改称庙也好 宫也罢 或者干脆改称靖国庙宫 为优许蒙总接受该方案 恒景甚至提出 可以考虑将靖国神社一代 变成以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娱乐意调节 设立剧场 音乐厅 美术馆等 此外 日本军 国主义分子还煽动由战争遗孤组成的遗族 会向蒙总立交请认输 希望蒙总保留靖国神社 恒景的障眼法最终骗过了巴斯 巴斯对恒景的方案大加赞赏 并将方案提交给了麦克阿瑟 就在恒景等人积极游说 蒙总的同时 日本陆海军省也在锦罗密谷的 策划靖国神社临时大计 为死掉的日本侵略军召魂 尽管死是遭到一些美军军官的强烈反对 但由于当时围绕靖国神社的处理问题 蒙总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 决定允许日本人举行大计 并是大计的情况 来决定如何处置靖国神社 1945年11月20日 在蒙总的监视下 靖国神社举行了大计 这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由国家主持的大计 以御人天皇和弊 元首相为首的政府各级官员 以及日军代表参加了大计 参拜者人数达到三万人 为了给蒙总留下良好的印象 军人们穿着西服树猎餐 拜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伪装 终于有了收获 1945年12月15日 蒙总发布了麦克阿瑟第448号指令 其所谓的神道指令 宣布废止国家神道 实行政教分离 但这道命令同意靖国神社 脱离国家管理成为宗教法人 并与其他宗教团体享受同等待遇 靖国神社终于逃过了灭顶之灾 美国为冷战考虑保留靖国神社 1946年4月 靖国神社接到蒙总的新通告 禁止天皇参拜靖国神社 接着 在中国 苏联等国的强烈要求下 美军用水泥将靖国神社内 纪念日军侵略战争的13米高的大石登陆抹平 11月 蒙总又发布了关于靖国神社的新指令 指出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神社 不承认将国有土地转让给神社 靖国神社存在的合法性 再次遭到了质疑 1951年9月 蒙总批准了土地转让事宜 靖国神社最终得以苟延残喘 此时的靖国神社 虽已将为一般性的宗教 团体 但神社中供奉的战争亡灵的灵位 并没有被撤出 随着1952年美军占领时代的结束 各种祭拜靖国神社的活动 相继死恢复而然 靖国神社摇身一变 成为少数用意势力 为军国主义招魂 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政治舞台 至于当年美军为何没有烧毁靖国神社 据说是迈克阿瑟争取了 罗马天主教教庭驻日代表 比特神父的一剑后 终止了烧毁靖国神社的计划 然而比特神父仅靠一人之力 就能保住靖国神社吗 真正的答案显然不是这样 几十年后 一份蒙总的解密文件揭开了谜底 这份名为《关于靖国神社的将来的见解》的文件赫然写道 应该保留靖国神社 废止恐怕反而会增加事端 文件指出了没有废止靖国神社的理由 美国人担心此举不利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 正如巴斯后来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说 继续制裁日本 不是我们的愿望 那时的日本正按照我们的期望行动 当时随着冷战的激化 美国大幅度改变了占领政策 不但停止清算日本的战争队形 而且打算将日本建造成共产主义的防波堤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自然不希望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得罪日本 因此对当前日本的靖国神社问题 美国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